昨天我们公布关于让警务署维护国家安全署 在采取国家安全 维护国家安全法第43条的七项措施的实施细则 顾名思义他们是实施的细则 权力的来源是在这条国安法里面 所以如果有人认为昨天公布的是扩大警权 这个是错误理解法律 法律已经赋予了警务署的国安署可以用这些措施 但是为了可以展示 我们也都符合在国安法的总质里面的要求 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 我们就定了这些实施的细则 实施的细则就是说明 究竟每一个措施 比如要去搜查处所 在什么情形之下 由哪一个去核准才能够用 所以应该是可以释除到市民的疑虑 我不想逐条说因为要讲很长 我在这里呼吁大家去详细看看这一套细则 而且很多都是跟我们现行法律是相近的 事实上起码有四项的措施 在现行法律里面处理其他的严重罪行 都是大致是这个安排 但是为什么还要再写一次呢 就是因为在其他的法律里面 他未能够包含了今次新增的违法的行为 涉及国家安全 所以要将那些惯常用的程序 在这个实施细则里面 来到去铺排一次 等到大家都很清晰 不需要说还要在哪里找 究竟你怎么做 怎么去申请 怎么做 所以我相信 我也希望 这套实施细则 是有利于可以释除公众的疑虑 但正如我所说 其实最重要都是等时间和事实来证明 到大家看到 它是用得很严谨 亦都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 大家就会减少了疑虑 一般的市民是不会误堕发网的 对于网络供应商 其他涉及的机构 要去随下而随 一些在网上发表的说话 但是正如是这样 实施细则就说明了 是什么内容的东西 是需要被除下 所以亦都是一个保障 但是这个不是特别是针对 在过去一年 在某一些的组群里面 特别是受到 在网上的欺凌或者弃底 这个全部都是要符合这条法律 这条法律只是去防范制止 惩治那四类的行为 如果在网上的东西 和这四类行为是没有关的 那我们不可以随意 去用这些新的措施 你不可以随意 这条法律的行为是 你不可以随意 这样的问题 对